各位弟兄姐妹们 喜乐把上祖来临了 这个祖日是已年将临其第三祖日 传统上我们称呼这个祖日为喜乐祖日 所以我们按照惯例 会在将临环点上第三根粉红色 代表着喜乐的蜡烛 这个祖日的弥撒经文 譬如经常用几岛经 也都替我们诉说了这份喜乐的心情 而今天的第一篇读经 伊萨伊亚先知书 更是向我们表达了救恩圆满的无上喜乐 因此在第二篇读经 德萨洛尼人前书里面 圣保禄宗仆就鼓励我们 常常欢乐吧 弟兄姐妹们 这喜乐这欢乐乃是与天主的来临 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喜乐因着天主的临在 而成为天主与我们之间一个爱的记号 因为喜乐是爱的过失之一 害怕恐惧是与他背道而驰的 因此在旧约时代 当人类陷于罪恶和因罪恶所带来的恐惧和死亡时 天主便以洪水来净化这个世界 将人从罪恶当中释放出来 他邀请诺恶在他的爱当中跟他合作 引导人类迈向一个新的纪元 同样的 天主召叫了亚巴拉 不仅赐给了他一个新的名字 也给了他一个新的人生角色 当亚巴拉年纪大了 而还没有子嗣 一切都感到绝望的时候 天主在他的生命当中显现 以慈悟的心对待他 并且赐给了他一个儿子 天主真是珍惜 真是爱护亚巴拉 并且与他定立了盟约 而亚巴拉也对天主全心信赖 并且在爱当中朝拜天主 不再绝望 不再疑虑 不再害怕 后来天主 天主降服了亚巴拉的孙子亚格勃 天主硬化成人的姿态 出现在亚格勃面前 与他搏斗 借此来教导亚格勃 不要害怕跟天主之间的那一份神圣关系 天主也招叫了梅瑟 对待他如同自己的儿子一般 并且邀请他在天主的大能中 无恐无惧地面对埃及的奴役 并且带领伊色列子民 出离了埃及的奴役之地 所有所有这些被天主拣选的人 当天主以各种方式 临在他们的生命中的时候 他们个人的生活 或是整个民主的生命 就开始产生了变动 原始充满绝望的生活 变成一条通往希望的道路 原始受压制被死亡控制的生活 也变成了一条完全彰显天主大爱的道路 原始悲伤痛哭 最后也都化成了欢欣的泪水 天主的灵灾 使这些人的生命尝到了喜乐 并且对天主产生了如牧之情 这如牧之情伴随着一种渴望 这个渴望就是能够亲眼目睹天主 然而天主是如此的神圣 而人又是如此的卑微 因此 这爱的渴望 你可以说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人只能爱慕天主 人只能如牧天主 人无法亲眼目睹天主 除非 除非啊 除非 除非天主自己愿意让人看见他 是的 弟兄姐妹们 天主愿意啊 再行约 天主借着圣母玛利亚 在耶稣身上实现了人的这个渴望 当圣母在马槽里双手怀抱着刚出生的圣子耶稣的时候 圣母代表着整个人类真正亲眼的目睹天主的领栽 而这无上的喜乐 圣母玛利亚就在她的谢足曲里 这样尽情记忆地表达了 她如此欢喜地颂扬说 我的灵魂颂扬上主 我的心灵宽悦于我的救主天主 弟兄姐妹们 圣母的喜乐也要成为我们的喜乐 因为圣言成了血肉 它就在我们当中 它要陪伴在我们的困难里 它要陪伴在我们的病痛里 它要陪伴在我们的挫折里 它要陪伴在我们的生命里 是的 甚至它要陪我们一起死去 但是最后 它也要陪我们一起复活 而我们现在正是以圣母临盆的喜乐心情 准备庆祝这位为我们的生命带来喜乐的耶稣的诞生 并且以欢欣鼓舞的心情 期待他再度光荣地来临 虽然在现世 我们的喜乐尚未完全 但当基督在灵的时候 我们的喜乐将达到圆满 因为在那时 我们在天堂里不仅目睹天主实在怎样 更是要与天主在爱中共荣 与天主在生命中交融 至此 我们人最终极的渴望 最深沉的期望 盼望 将获得圆满的实现 所以 就如同圣保禄中途 他所劝勉的一样 喜乐吧 因为我们知道 那位将为我们带来天堂用福的耶稣 已经来临了 而且我们还在期待 他再度光荣地来临 这来临将为我们带来 那眼所未见 而所未闻 任心所未想到的天上耶路撒呢 那而弟兄姐妹们 真正的喜乐 会像活水一样的 渴望涌出 并流向他人的 这喜乐 我们渴望能够分享给人 与人见证 而且分享我们所满意的恩宠 就如同今天的读经一当中 伊撒亚先知 由于他预先见到的救恩圆满 而满心喜乐 这喜乐驱使着先知 渴望跟贫穷的人 跟心灵破碎的人 跟失去自由的人 跟身陷烙狱中的人 分享他从天主那里 所领受的恩宠 而在本主日的福音里 耶稣的前驱者洛汉 便是以他的生活 以他的行动 见证也教导了我们 一位福音的分享者 因着福音而喜乐的分享者 该有的生命态度 喜者洛汉 就是那位耶稣所说的 要来转移时代的人 耶稣 他如此说到洛汉 由喜者洛汉的日子 直到如今 天国是以猛力夺取的 以猛力夺取的人 就夺取了他 因为众先知和法律 讲说预言 直到洛汉为止 是的 看啊 天主要结束律法 和先知的时代 而把我们带入 他儿子国度的时代里 就因为这时代的转换 天主弃虚一个 能为即将来临的新时代 开辟康庄大道的人 而洛汉 就是在天主的计划中 蒙检选 为天国做见证 成了天主转移时代的 可用器名 在天主的计划里 洛汉将是一位 在旷野中出现的先知 在旷野里出现的传道人 他要来警告人 告诫人 并邀请人 接受悔改的洗礼 以获得罪过的赦免 这位前驱者 同时要来向人们宣告 他们那已经期待很久 并隐藏在心中 也隐藏在天主内的那一位 就快要显示出来 就快要来临了 所以 伊萨伊亚先知 就曾经在预言中 如此生动美丽地形容洛汉说 诸岛屿啊 请听我说 远方的人民啊 请敬听 上主由母妇中 就召叫了我 自母胎中 就给我起了名字 他使我的口好似利剑 将我掩护在他的剑囊中 使我像一只魔光的剑 看啊 弟兄姐妹们 伊萨伊亚先知 为洗者罗汉所作的描述 我们通常称他是 罗汉的谢族曲 就如同圣母玛利亚的谢族曲一样 圣母的谢族曲 是以圣母的整个蒙福的生命 来赞美感谢天主 而洛汉的谢族曲 也是以洛汉的整个生命见证 来赞美感谢天主 是的 一如伊萨伊亚先知的描述 洛汉就是这一只魔光的剑 而剑已经从剑囊中出鞘 剑已经射出 这只利剑要刺穿我们的心 把我们的心门敲开 好让耶稣来到我们跟前的时候 我们可以怀着盼望的心 认出他来 怀着期待的情 把他紧紧的拥抱入怀 是啊 洛汉正是天主 剑囊中射出的一只利剑 并在途中废弛而来 直直以色列人民的心 也直直设向所有那些盼望 期待 等候主耶稣来临的人们的心 并要把我们的心 转向那要来临的那一位 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天主的羔羊 在黑人灵歌中 就这样流传着一首名叫 《喜者洛汉》的绝美诗歌 这首诗歌是这样描写的 有人从黑暗中走来 像一颗星星 世界在他头上 像一片丛林 他的眼睛 像城中的灯火 而他的嘴巴 像时间一样真诚 他称呼人们为弟兄 为姐妹 即使是身陷淋余的人 即便是困顿 牢独狱中的人 是的 我只是息息地传道着 又比我大的要来 他像一颗小明之心一样 正从黑暗中走来 所以弟兄姐妹们 若翰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蒙昭成为一名福音的前驱者 和见证者 他用了他那如同城中灯火一般的眼睛 明察秋毫 能处在罪恶当中的真实生命境况 他也以从不欺骗人 如同时间一般忠诚的口 宣讲悔改的洗礼 为使人得到罪过的赦免 并从旷野里 向人们发出苦口婆心的劝告说 你们当预备上主的道 修执他的路 弟兄姐妹们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 更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 从天主的永恒计划里 我们也可以说 这是一个耶稣 已经为我们带来的天国 天主的国已经来临的时代 而从整个救恩历史来看 天主的计划 总是有一个原则 也就是当他要转移时代的时候 他常常会召叫一群人 来作为转移时代的器皿 而不用怀疑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蒙召 在我们这个气虚悔改 以接受天国来临好消息的时代力 天主召叫我们 各自以我们的生活 去成为福音的前驱者 见证者 是的 弟兄姐妹们 福音的前驱者 若汉一出现 为那些不认识基督的人 耶稣基督的福音 就开始在他们的生命中显现了 今天若汉 也邀请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都能成为基督福音的前驱者 以及见证者 若汉 大声几呼 呼吁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都要成为主耶稣基督来临的 康庄大道 其实 不论我们是在教会里 是在我们生活的团体里 或是我们工作的场所 我们读书的学校 或是我们生活的家庭 只要看到有悔改和成仆的精神存在其中 我们就可以找到 以及认出这位福音的前驱者 见证者 因为为那些还不认识基督的弟兄姐妹们 同事们 同学们 或是家人们 都将经由这位前驱者 而让天主子耶稣基督的福音 在他们的生命中开始实现 而要如何担负起这份招教呢 那就是怀着谦逊的精神 如同若汉一样 承认我们自己 并不是这福音 承认我们自己 并不是这死于训的实现者 我们也不是医治者 我们也不是释放者 我们更不是生命的给予者 我们是有罪的 我们是破碎的 我们是容易受创伤的人 而我们之所以可以喜乐地担负起这份招教 成为福音的见证者 前驱者 是因为我们从耶税 在耶税那里先经验到了罪的宽恕 在耶税那里我们的破碎被他愈合了 我们的创伤被他医治了 我们的死亡被他克服了 而我们只是奉天主的招教 把我们自己那非常有限 非常有条件的爱 成为天主那无限 无条件的爱的通道 就如同若汉他来 是为作证 为给光作证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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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勿